眼見武漢肺炎的疫情來勢洶洶 在新北市成立了防疫基金 網紅館長跟善心人士合力捐款了420萬 這款項將用在購買相關的防疫物資 要提供給弱勢族群 新北市長侯友宜出席防疫基金的捐贈記者會 感謝四個單位透過好日子愛心大平台 合力捐款420萬 作為購買口罩、酒精、鵝鵝鵝槍等防疫物資的經費 為武漢肺炎防疫工作盡一份心力 其中知名網紅館長既捐贈消防疫 兒少課後安心社區照顧方案之後 再次捐款100萬給新北市防疫基金 也呼籲更多人一起响應 當然是希望說這些大明星 身價都好幾個億 然後回來這些老闆好幾百億 希望可以來幫助我們台灣社會 目前防疫基金已累計將近一千零三十萬元 新北市希望透過此次捐贈 能夠拋磚引玉 聚集社會上更多愛的力量 讓大家可以平安度過這次疫情 記者週末只稍保 並且濟秘 《暴露》 《探訟》 《暴露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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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